目前全市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,供应稳定,各风管控小区内超市门店、生鲜电商、前置仓正常营业,能够保障市民生活必需品供应需求,请大家放心。 要进一步重严重景加强社会面疫情防控工作,全面落实朝阳区、海淀区、丰台区、房山区、顺义区等重点区域5月22日至5月28日期间居家办公的要求,其他区进一步降低到岗率,减少人员流动,居家办公重载居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